我原本以为 我的离开 能给妈妈换来清静的日子 我如果知道是这个样子 我真的 我一步都不会离开的 好孩子 别难过了 你妈妈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去跟你爹和你大妈相聚 月子里不许哭 否则会哭坏眼睛的 奶奶 我妈苦了一辈子 一辈子 她走得太匆忙 我是这心里面 舍不得 怪我 都怪我 怪我无能 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她 那大的一个家 走得走 死得死 先是你爹 再是你大妈 现在又是你娘 只为到现在下落不明 要怪就怪我吧 我这个当家的没法这个家管好 是我的错 奶奶 真的不怪你 不怪你 怪我 怪我 我真的太任性了 我太任性把妈妈给丢下 不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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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我这个老太婆 怪我 要不然 为什么一个个都离开我 不是 怪我 奶奶我求求你不要这样 是我 我 我不告而别 所以 我希望你原谅我 好吗 好孩子 那你答应奶奶 以后不要离开我 不要再一声不响地离开奶奶 好吗 好吗 我是苏家的孩子 苏家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奶奶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好不容易才有个曾孙子 一定要让他在我跟前长大 好 好 雨桐没有生孩子吗 傻孩子 没结婚 哪儿来的孩子 雨桐跟俊杰 没有结婚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俊杰到现在还在等你呢 这个傻子 傻子 不过这一回 看见你怀孕回来 应该会死心了 对了 孩子他爹呢 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对不起 就算奶奶没问 就当奶奶没问啊 你想吃点什么 我让薛妈做 她现在给你炖鸡汤去了 好 薛妈 大小姐 俊杰呢 方先生早就离开了 怎么 还没回来呀 他有没有跟你说去哪儿 雨晗小姐的孩子一出世 他就走了 什么也没说 雨晗 生孩子 是啊 是个男孩 大小姐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炖鸡汤呢 雨晗小姐还等着吃呢 雨晗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原来是嫁人了 雨晗既然结婚了 俊杰就应该会死心了 那我还担心什么呀 我看见不懂的 你怎么会死心了 我本来就会死心了 我好想要是什么 我还不过 我还会死心了 我还不过 那我还不过 我还不过 那我还不过 我还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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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涵 玉涵 玉涵你為什麼要背叛我 你怎麼可以背叛我 你怎麼可以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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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蘇家的這段日子 玉涵究竟遭遇了什麼事 竟然棄我們的婚約與不顧 嫁給別人 她的丈夫 怎麼不陪在她身邊 讓她一個人回娘家生孩子 這個男人是誰 為什麼不懂得珍惜 這麼好的妻子 俊傑 俊傑 先吃點東西 吃完了再休息 我不吃 你都一天沒吃東西了 怎麼可以啊 來 快起來 先吃點 我說我不吃了 我只想一個人好好待著 可以嗎 孩子不能沒有爸爸 我是不是應該說出孩子的身世 俊傑和羽通還沒有結婚 一切都還來得及 我到底該不該說出實話 我該不該讓俊傑知道 告訴我 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是在想 你是新郎 你要有一點閃失 婚不就結不成了嗎 那羽翰怎麼辦 你們倆 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你一性命相救 我這一輩子都還不上了 我這一輩子都還不上了 我不要你還 我只要你開心就好 俊傑 對不起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我一直等你 你怎麼可以跟別人生了孩子 我們的婚禮 我記憶由心 你怎麼可以那麼輕易地愛上別人 我們的愛情就這麼經不起考驗嗎 俊傑 俊傑 俊傑那一槍打醒龍王 我知道 原來 人生中有比愛情 更好的東西 那是你 對於我來說 你就是我的一切 沒有人比你對我更重要 在我心裡面就只有你一個 再容不下其他的人 容不下別的任何人 你很浪漫 也很執著 但是對我沒有什麼意義啊 感動不了我 你撒謊 俊傑我知道你不是這樣的人 我不是以前的俊傑了 我嫁人了 我當媽媽了 我有孩子了 我必須得現實一點啊 我不可能再跟你這樣 分花學月下去了 俊傑 忘了我 俊傑 俊傑 才是真正值得你愛的人 愛情是兩個人的事情 並不是你一個人說了算 我是一個人 我不是一件東西 你不能把我當成禮物 我去送給羽童啊 羽童對我有救命之恩 但 但是我不愛她 我不能用我的愛情去報恩 那樣我做不到 但是感情是可以培養的 不是嗎 照你這麼說 那我也可以 重新讓你愛上我是不是 但是 我知道你一個人在義地 很孤單很寂寞 這我可以理解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了 好 既然孩子的父親來不管你 就讓我來照顧你們 我會把孩子當成是我的兒子 我們可以擁有一個幸福 美滿的家庭的 我們可以的 我何嘗不想擁有這一切 可羽童該怎麼辦 我能這麼自私嗎 我該為孩子自私一次嗎 離開那個不負責任的男人 讓我們重新開始 他沒有不負責任 你不能這麼說他 他沒有不負責任 那他為什麼不理你 生小孩對於女人來說 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他呢 他在哪兒 因為我 我沒有告訴他 我還了他的孩子 為什麼 不要問為什麼 不要問為什麼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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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來人哪 快來人啊 有人暈倒了 羽童嗎 快 咱們回車 快 走急救水桶 來 小心啊 來 好了 請問 先生你不能請在外面等啊 對嗎 對不起 醫生 不要不要緊 已經搶救過來了 沒事了 病人的哮喘病十分嚴重 一受到刺激隨時可能發作 平時 最好有人陪著 知道了 謝謝你 對 對不起啊 給你添麻煩了 你一個人來醫院做什麼 我 我只是急著 想見雨晗和寶寶 就自己跑過來 沒別的意思 你的氣喘病這麼嚴重 為什麼要瞞著我 蘇家已經夠亂了 我不想再讓大家 為我擔心 你知道嗎 你這個病如果不注意的話 很有可能會送命的 對不起啊 今後 我一定好好照顧自己 不會再犯病了 只是 你別和奶奶說 還有我媽 她都病成那樣 我怎麼忍心 年紀輕輕的 怎麼會落下這麼嚴重的哮喘病啊 肺部受過腔傷 現在是嚴重的心肺功能不全 哎呀 人長得這麼漂亮 這一輩子不就完了嗎 是啊 一次小小的感冒 就可能導致心肺衰竭 好了 我沒事了 你趕快回去陪雨晗吧 你們這麼久沒見了 肯定有許多話要說 沒事 是 等你睡完夜後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一會兒自己攔車回去就好 別再說了 我要親自把你平安送回家 我才能放心 除了那一槍 給雨童留下的後遺仗 眼前這一切 不正是我所期望的嗎 有什麼好難過的 是我要離開俊傑的 是我把俊傑拱手讓人的 我憑什麼嫉妒雨童啊 我憑什麼 對不起 小姐 要不是你 我跟俊傑也不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 你毀了我的幸福 我恨你 我恨你 老師好 老師好 誇張 先生 那個徐老師呢 不 你說的那個 蘇什麼來的 蘇雨晗 對 她母親現在病怎麼樣了 她已經好幾天沒來上班了 她母親呢已經過世了 我今天就是來為她辦辭職手續的 跟學校請個桑架不就好了 辦完後事之後還可以來上班的 不需要辭職的 雨晗小姐啊 以後就不上班了 不方便 不上班賺錢怎麼養活孩子啊 她現在人在哪兒 在醫院 這麼重要的事情你都不告訴我 真是太不夠意思了 這兩天發生的事太多了 我還來不及呢 你別生氣 我跟你開玩笑的 你看看你 人家生孩子都是喜事 你啊 怎麼愁眉苦臉的 命運有時候真的很會捉弄人 我兒子剛出世 我媽就沒了 怎麼高興得起來啊 失去至親 的確讓人難受 悲傷會隨著時間慢慢過去的 你也不需要辭職啊 我沒有辭職啊 蘇家的管家替你辭了職 你不知道啊 金屬 金屬怎麼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就擅作主張啊 那 是我讓老金這麼做的 奶奶 蘇家有更重要的工作 等著你去做呢 我不要啊 你 雨晗 那我有事先走了 改天再來看你 好 奶奶 先走了 啊 月晗啊 先別不高興 聽奶奶說 你現在也是做媽媽的人了 多一點時間陪寶寶 面粉場是自家的 時間上面比較自由 奶奶 我知道您都是為我著想 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您至少問我一聲對不對 對 你是蘇家的子孫 必須要對蘇家盡責 蘇家需要你的時候 一切要以蘇家為主 那俊傑也可以幫忙 打理面粉場嗎 俊傑當初接下這個 總經理職務的時候 就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了 只要是你跟志偉 任何一個人回來 他就要卸下職務 現在你回來了 這理所當然 就要接下這個職務啊 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嘛 是吧 可是我以前在面粉場 只是配合大媽的指示去辦事啊 我從來沒有擔任過經營的角色呀 那麼大的責任 我擔當不起啊 孩子 你遺傳了 你爹的個性 堅毅果斷 你又有像你大媽一樣的工作能力 所以 奶奶相信你 你一定做得到的 奶奶 您相信我 我很高興 可這問題 這不是我們蘇家一家人的事情啊 這關係到我們幾百個員工的生計啊 我這萬一經營不好怎麼辦呢 這是多大的罪孽啊 好孩子 就憑你這兩句話 奶奶就知道 你一定能夠有能力承擔得下來 你一定有這個能耐的 這面粉場 是你爹跟你大媽一生的心血 除非你不是蘇家的子孫 奶奶 奶奶 對不起 我想好了 我想 等媽媽的喪事辦完之後 我就走 你說什麼 好不容易才回來 你說你要走 不行 奶奶不許你再走了 奶奶 我我嫁人了嗎 我不方便在家裡啊 你嫁人了 你的男人 根本不顧你們母子的死活 你要上哪兒去啊 奶奶 我要這樣的話 我和我們蘇家 都會被別人說的呀 奶奶 不管別人怎麼看待你 也不管別人怎麼說你 不許走 不許走 你走 你要再走 我怎麼辦呢 我怎麼辦 我將來到了地地下 怎麼去見你爹 去見你大媽 怎麼去跟他們交代啊 啊 怎麼去跟他們交代 奶奶 我走了不代表 我就不要這個家了呀 我還是可以回來的 我回來看您的不是嗎 我明白了 我什麼都明白了 你怪我 你怪奶奶 你怪奶奶沒有把你媽照顧好 是嗎 不是 是 就是 沒錯 你媽這一輩子受了太多的磨呢 都是因為奶奶太糊塗 聽信了你二媽的謊言 後來好不容易 洗刷了 洗刷了她的冤情 結果 奶奶又一時心軟 讓你二媽回到這個家裡來 沒錯 這一切都是奶奶造成的 你怪奶奶 你怪奶奶糊塗 你怪奶奶不明示禮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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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孩子 奶奶所做的一切 為的是什麼 是為了這個家 為了這個家呀 想想 以前咱們宿家是多麼的熱鬧 可是現在 冷冷清清 我一個老太婆 古古短短 我只是希望我們宿家 能夠和和樂樂團團圓圓的 我只有這麼一個小小的要求 我過分吧 過分吧 奶奶 我回去啊 好不好 我回去 我聽你的話 我回去 我回去 真的嗎 你不會再一聲不響地就走了吧 不會 不走了 遺憾 謝謝你 奶奶謝謝你 奶奶也謝謝你 謝謝你 真是奶奶的好孫女 我快點兒 你不餓了 我來就走 我來 我來 你不順了 我來 你不順了 我來 你不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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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嗯 唔 妈 你看到了吗 我抱着的 是你的温敏 康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都还没有看到你的外孙就走了 我回来得太晚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雪猫 去把孩子抱过来 二小姐 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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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声不吭地就走了 一定为我担惊受怕是吗 女儿对不起你 小时候他们都跟我说 说你死了 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 他们都是在骗我 你没有死 可是好不容易我们母女两个团聚了 你怎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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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 我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你没有死 你出去玩了 你 你很快就会回来 你很快就会回来 这是假的 妈妈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妈妈 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 我愿意用我的命 我愿意用我的命 把你换回来 我真的愿意用我的命 把你换回来 雪妈 快把二小姐扶起来 爸爸 二小姐 你别哭了 你这样三太太会放心不下 别太伤心了啊 快起来吧 来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妈 妹子 妹子 你好狠的心哪 你这样不作声地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 从此以后我就要背上 把这坏人的罪名了 妹子 你死得好远 你死得好苦啊 我知道是谁害了你的 我知道 我知道是谁害死了你啊 是苏家媳妇这个名分把你给害死了 当苏家儿媳妇表面上看着风光 可是有多苦只有我跟你心里知道 不容易啊 人公是一副容易吗 对人家的办法容易吗 不容易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那苏家的媳妇只能笑 不能哭 有再多的哭 只能往心里面剧焰 如果说出来就是不休 如果说出来的话就是小气 所以我们只能倒催了呀 只能活着结往肚子里咽哪 妈 快起来 别闹了 快起来呀 快起来呀 走开 快起来呀 妈 我的妹子呀 我这一辈子都和你不和 可是你在爱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说话 你现在走了 我连一个个素顾的人都没有 你好自自啊 你说我走就走 你一了百了 我怎么办哪 如果我可以跟你一起走 我愿意 我就不用在这儿受 受这种劲了 方家媳 你给我闭嘴 谁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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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要生气 我只是 我跟她同是苏家的媳妇 我跟我妹子 说说心里话 能让她安心上路 你 我倒要问问你 我们苏家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了 妈 您是婆婆 您永远不会懂的 你别以为你在这儿装神弄鬼的 你就唬得了我 当年 要不是你兴风作浪 唯利是图 这芸蓝 能让你活活地给气死吗 又因为你从中作梗 才让雅琴在外头流浪了十多年都不能回家 今天雅琴忘死 这都是你当年做的孽呀 妈 快跟奶奶道歉 快呀 如今 你还在雅琴的陵前唱大戏 苏家 这些年来 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哪一件事情与你无关 苏家上上下下 所有的人都能哭他 只有你 不行 你没资格 妈 妈 妈 别生气了 都是我不好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疯子 疯子 你们大家都看到没有 他就是个疯子 难怪他生的儿子至尾都不认他 因为他让他蒙羞 让他抬不起头来 他是个神经病 我不跟你计较 让你留下来 你倒跟我较起劲来了 奶奶 好 那今儿咱们就算算清楚 是你欠我们苏家的 奶奶 还是我们苏家欠你 奶奶 玉桃 玉桃 快 扶他上楼 快扶他上楼 扶他上楼啊 真是作孽呀 作孽呀 你看 你其他的 说的 把这家的ural force 许多留ינו 要找到楼 我觉得他们独り 那公司的事呢就麻烦你 多费心了 你不是刚从郑州回来 怎么又要出去啊 我要去北方那边 看看那边的市场 像你这样隔三差五地出远门 苏家人不阻拦 拓展公司的业务 奶奶绝对支持 我说的不是姨婆 是大小姐 宇童她从来不会过问 公司的事 那你这段时间都不在家 会不会冷漏了大小姐 大小姐她有自己的事情 您想太多了 方总 你是装傻 还是真不知道啊 这老太太 她巴望着你做她的孙女婿呢 自从上任以后呢 我就给我自己定了一些规矩 在公司里面呢 我们只谈公事 绝对不谈私人的事情 好吗 是 是 看看要睡觉觉了 是吧 那我们睡觉去 乖乖乖 哦 好嘞 没爹的苦 我比谁都明白 怎么能让康康也承受这样的苦 可与同位俊杰牺牲那么大 我怎么能出尔反尔 我怎么能出尔反尔 康康 你别怨妈妈 好吗 你别怨妈妈 康康长得 像他爹 玉通啊 康康刚刚安静下来 我们到旁边说话 不要吵到他 好 找我什么事啊 眼看康康 快满月了 我这做大姨的 也该有点表示啊 来 一点小意思 你别嫌弃 打开看看 哦 希望康康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地长大 长命百岁 玉通啊 谢谢你